好,另外再继续看到花莲市软壁真君庆典5号晚间登场 今年以庙会形式来呈现 除了古镇表演为活动开场 接着还有复兴国小的行乐团 电音三太子等等的表演 融入大城料理、DIY渔网编织 带领民众深入体验大城文化 以及参与大城的庆典活动 位在花莲市大城社区的软壁真君庙 是全台唯一主师真君的庙宇 五日晚间举办一年一度的圣诞庆典 花莲市长威家贤出席盛会 与大城相亲为软壁真君暖壽 我希望不只是硬底的建设 软性的东西都能够被保留下来 非常多的大城相亲 回到大城一村 都会非常感动地看到 我们还有这么多年轻伙伴 愿意活物大城文化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 能够持续地在这片土地上 把这些文化发扬光大 除了兵力真君的一个寿宴之外 抗云而起属后 未来都能够有更多的大城相亲 还有我们所有的相亲都能够了解到 大城的文化 那花莲市公所持续地在办各项的大城文化 那今天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希望透过美食 透过各种不同的方面 让大家喜欢上大城文化 那未来有机会 甚至可以到大城岛去了解一下 过去先人非常辛苦的元面 那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意义在 那我也要谢谢连区友里长 谢谢徐县长在大城文化里面 我们出的一个想法跟经费上的支持 未来花莲市公所 还有嘉賢这边 也持续地推展各项大城文化 更努力地为大城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个推展的工作 今年以庙会形式呈现 由鼓团鼓正表演为活动揭开序幕 还有复兴国小弦乐团 电音三太子等表演 为软臂争均暖瘦 同时也举办像是认识大城家常菜 还有鱼料理教学和鱼网编织等系列活动 当晚还提供丰富大城美食给民众享用 并搭配社会福利政令宣导等摊位 其盼透过活动吸引相亲参与 并加深对大城文化的认识 感受大城文化的魅力 记者蒋邦彦华林氏报导